提升个人免力可以减少生病的机会 拥有中医师身份的大学生资学院院长张士良 是运用校的游生打提供了中药材 教大家如何运用中药浮证去血的概念 逐一般人都适用的防疫茶 我手里拿的这些 其实它都是一些草药的影片 那像说这个金银花 它就是有抗菌抗发炎的一个部分 那对于这个如果有发炎的肺炎的情况 那我们就常常运用这个方式的这个药材 那像这个白族呢 也是跟那个黄旗旗族坊跟防风呢 那这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浴瓶风扇 防疫茶有两款的配方 建议早晚各服一只不需要每天喝 一周喝两到三天为家 也不建议长期服用 这很顺口耶 喝起来真的不错 这个味道而且香气很舒服 不会刺鼻 它会苦嘛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那个中药茶都比较苦 不会我觉得这个整个调和起来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舒服的 这两款防疫茶包是医中医师的处方签 然后也有请益生枝学院的院长 因为他是中医师 然后请益说这个防疫茶是否合适 然后去做搭配的防疫茶包 这次示范的防疫茶是从中医传统的浴瓶风扇改良而来 属于浮震和去鞋并用 适合一般人饮用 但不建议已经感冒了人喝 要好你说 起来